全红禅在结束亚运会的赛程后,回到北京后,全红禅和陈玉希便准备新一轮的东训。 跳水队的训练一直都是严格而有序的,尽管全红禅和陈玉希是队中的明星选手,但他们依然需要按照计划进行每一个环节的训练。 在冬季训练中,全红禅和陈玉希的训练重点主要放在了提升动作难度和稳由定义性两上人。 全红禅都已经拥有了极高的技术水平,因此教练对他们的训练要求也更为严格。 全红禅和陈玉希也明白,只有通过更加刻苦的训练,才能在明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再取训得练更好的成绩。 全红禅也会时常想起家中的亲人,虽然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但是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一直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每次打电话回家,全红禅都会尽量和家人分享自己的训练和生活,让家人放心。 而家人也总是在电话中告诉他,他们很为他的成就感到骄傲,希望他能够继续努力,为国争光。 在紧张的训练之余,全红禅也会利用一些空闲时间进行放松和调整。 他喜欢看书和看电影,这些活动可以帮助他缓解压力,同时也可以增加知识和见识。 此外,全红禅还喜欢和队中的其他运动员交流,分享彼此的经验和心得。 这些活动不仅让他感到快乐和充实,也帮助他在训练中更加专注和高效。 虽然亚运火焰赢得了陈玉希,但是陈玉希明显比全红禅发挥更加稳定。 全红禅这次在207C这个动作上面明显犹豫了,发挥的也不好。 并且,陈玉希更是度过了发育关,全红禅发育关更是影响成绩的关键。 虽然全红禅这次亚运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更是在最后一跳超过陈玉希夺得了亚运会冠军。 可在刚结束的207C这个动作上,全红禅毫无疑问还是发挥不好,在跳207C这个动作的时候明显犹豫了。 这也是全红禅领先陈玉希到被陈玉希反超的原因。 由此可以看到,全红禅对于207C这个动作还是发挥不稳定。 面对身体的发育关口,全红禅要更加刻苦训练,才能在巴黎奥运会战胜陈玉希。 也希望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比赛中,全红禅和陈玉希的表现同样敬业。 他们在女子十米跳台项目中表现出色,无论是单人项目还是双人项目,都展现出了极高的竞技水平。 全红禅和陈玉希在比赛中的稳定性和表现力让人惊叹不已,两人的配合默契十足,动作优雅流畅,为国家争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